是不是傲慢的偏见 抓住这个 那这样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很相信连时讲 虽然我们的目标高 但是我们修行要像沙一样 就像忏悔一样 你要像沙一样去检查自己 在眼睛 耳朵 讲话 行为 走路 待人 接物 过去到现在 有哪些缺点 要全部找出来 所以佛教里面说 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是个开悟者 不了解自己缺点的人 是一个愚痴者 所以当然要忏悔 要知道你忏什么 那你改变了多少 这样才有实际的作用 好 我想请问就是 您之前说显密 显就是说 学一些佛经的理论 然后密呢 就是身口意方面的修行 然后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一些朋友 比如说专门修念佛法门的 或者是地藏法门的 然后我们因为是 我自己个人是修一些 比如说是菩提学会的这些课程 对显宗密宗 我们都是相容的 都是在学 但是我们好些朋友嘛 他们就会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就是做一个分界 然后就说在生活中 如果想跟他们更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话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跟他们就是能再多沟通沟通 好 我先做我的想法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它显密双修 事实上是个人的想法一点都没修 比如说初离心 你要修初离心 你要去南传佛教死修看看 那种初离心 看不进观 待在魂墓 那种完全舍离 甚至日中一死 要有死修 现在的初离心是一种理论 所以你刚刚讲 我认为我们在显密圆容 这句话对我来讲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显的基础 所以汉传佛教在显教这边 做得非常圆满 它是从你的生活去做 所以经理论都要深入 我发觉 有时候你们修 很多经你不看的 因为你忙着 忙着仪轨 忙着家庭 经典不看的 我们的修行里面 你要圆满显的纠续 至少要五年深入经账 佛陀所讲的经典 从开始到最后 你要了解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不看 直接就跳路 主是说的 论说的 佛重要还是主是重要 所以在这一点 我是觉得 没有什么 只是说 你刚刚讲到 他们为什么跟你格格不入 应该是你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 我是什么学会的 我是什么学会的 你已经把自己画个框框了 跟别人的思想都有一点 对立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 就一直认为这样是对 但是对外界的完全不融合 不在一起 所以现在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造成别人对你排斥 所以老实说 藏传佛教在某一些事件 被很多事件是对立的 攻击的 这为什么 因为在某些事件 他 我这个法很傲慢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 不能在自己一个山头在修 自己一个法门 自己一个上师在修 对上师的观念是 这个上师我尊敬他 以对上师的尊敬去尊敬 每一位法师上师可以 以对一个本尊的认同去 认同所有本尊 就像我今天讲韦陀菩萨 很多 修秘中 什么是韦陀菩萨 遗鬼知道吗 不知道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韦陀菩萨不是我们秘中的 所以我想认为 在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汉人 还是要把汉传佛教的先圆满 我们去吸收藏传佛教的精髓可以 也去吸收南传佛教的精髓可以 但是不要把自己归类为 我是藏传佛教了 那这一点要注意 面对说 他们觉得你们是学西藏的 我们是学中国的 变成是我们自己跟人家搞对立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注意 再来 不管你写哪一个显闲密 都无所谓 误问你家人 可不可以接受 这一点看你自己 不见得说 你修哪一个学会的正常 而是佛法是让你表现出来 你跟亲戚朋友看到你越来越进化 越来越有爱 越来越关心对方 而不是我每天不要跟我讲话 我还在修室旁边 那你已经在脱离对方 你已经在隔绝对方 每其名说我在修行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在经典里说 千万不要让自己归类在 我是某一个团体 记住这句话 这样你就没有空性 你要把它归入一个 我是某某教派某个团体 这是圆满 去凸显自己的对 然后去认为对方的不圆满 这是违背空性平等的道理 我应该这么说 希望我没有得罪你 那个法师 那个非常感恩 能够跟您这边见面 然后昨天也跟您简单聊了几句 今天其实提到的 这个智慧的力量的话 我有一点也一直在记录 就是您提到说 不要把烦恼就留在明天 就是在今天 其实就能够把它处理掉 但是这一点上 我现在觉得特别的难 就是刚才那位师姐也提到说 忏悔 其实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后悔 或者说是遗憾 就是这种情绪 或者这种感觉 一直都困惑着我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改善的 然后在诵经的时候 我会得到缓解 但是念完以后 或者说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 就又重新回到 之前的那种状态 因为这是你的执着 放不下 这么简单 就像一个女人失恋了 吃饭也不好吃 还在想那个失恋的事情 确实是 那你吃当然吃不好 所以你既然要吃饭 你就专心吃饭 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边 如果你能够把刚刚这些我讲的 不管对对错错的方法 你找到一点点对你好 你很专心 你就像打坐一样 师父我打坐的时候 忘了我胃痛 因为我专心在思维佛法 当你全然接受这个三宝法力的加持 它才可以帮助你 当你怀着胃痛 胃痛 然后在听佛法你还是胃痛 因为你的主题是胃痛不是佛法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说 那个失败 那个烦恼 那个变化 我不能接受 那佛教刚刚不是讲了吗 万法你都要接受 从接受里面再去弥补 可以 接受自己的因果 那我真心的认错 忏悔 所以我在监狱里面 被处死刑的人 有认错 忏悔的人 死那个眼神就不一样 不认错 不忏悔的人 还是鬼的恋 眼睛瞪着大大的 不甘愿 同样死有两种死 所以就像 你现在就像念佛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那你要全然交给阿弥陀佛 现在就在极乐世界 结果 你把你的烦恼 带到极乐世界 所以你进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 佛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佛法是在痛苦里面 而超越痛苦的方法 因为超越痛苦了 所以那个事情 你就有冷静的智慧去处理它 而不是说 我用佛法 使我的事业又赚钱 那这样以后 佛法变成一种利用性 目的性 那这个不是佛法 所以佛陀叫我们先放下 然后再去处理 先放下 先超越 而不是说 那我明明人家在追我要钱 然后爸妈在生病 你怎么叫我放下 心里 超越它 你才可以认真的去关心它 你不能 如果你 你现在这个状况 跟你妈讲话 事实上你会让他们更烦恼 知道吧 因为你用烦恼去 妈怎么办 这个是非常不孝顺的 知道吧 就像你昨天讲 我爸妈都为我的事情生病了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烦恼 转移给你父母呢 所以你怎么看你的烦恼 转移给我呢 好在我这个人对你不执着 昨天跟我讲了一大堆 他的烦恼 因为你一直要把烦恼 依赖给外在的世界 但是你不愿意 承受这个烦恼 这个变化 而且事实上这个烦恼变化 也是一个暂时的因缘 他们有永远的 能够活着就是快乐 能够吃饭就是快乐 能够呼吸就是很伟大 这样就好了 千万不要把 有钱 过去有钱 才快乐 现在没钱 我不快乐 就不能有这个想法 修行 监狱也可以修 医院也可以修 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 就是这样 就像各位 你坐在那边脚也会算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在脚上 是在心里面 所以我想你还是先接受这些 所以现在你不能谈这些 你只能说 接受它 什么都不要管 赶快 你阿弥陀佛 读心经 你阿弥陀佛 让自己的情绪 所以佛陀说 你要解决世界没问题 没办法 你先去极乐世界再来解决 因为从你去极乐世界 得到一个空性的智慧 跟一个不退转 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 千万不要一个强迫说 我要利用什么法 可以让我恢复我的金钱 恢复我的健康 这个想法 不是佛法 佛陀最后也是死了 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 那就每天当做修行 赚钱也会烦恼 没钱也会烦恼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烦恼 这个世间叫五浊二世 堪忍的世间 不然我们干嘛要佛法 头痛完了以后脚痛 脚痛完以后什么痛 反正随时都会痛 像我出门要带一大堆药 以防万一 所以他们生病都在找我 我说你们都不带药 你们都不会生病的 我世上是为他们带的 肚子痛感冒都是我的药 我这种妈妈的心态 妈妈出门的奶瓶 什么都带好了尿布 又不是妈妈要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不要怕烦恼 这个是修行最好的祝愿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要赶快了 请坐 请问一下 现在大部分人都有家庭事业 然后上班结束 放学之后就觉得很累很辛苦 经常想再继续修行 就是读经典 但经常觉得心有余儿力不足 请问一下这些方法有什么对质的 这不是对质是有错误 上班上学都是修行的主缘 利用上班去感谢你的老板 利用上班去服务你的客户 把自己的工作做成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一种无所求的奉献 那这个就是修行 读书 那是为了服务世界 我读了这些知识 我可以帮助这个世界 在医学方面 在政治方面 在社会方面 所以那讲课的老师 变成佛在讲话 我们呢也在吸收他的智慧 那你要你要把佛法 佛法如果 现在年轻人我刚刚讲过 把佛法跟世间脱节 所以吃饭走路都是菩提心 所以这样就没有累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对不起你好累你好苦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才累我哪里累 我每天欢喜都不得了 活得很有意义 谁说我累过了 所以我因为 我能够去做一个修行人 然后来大家讨论讨论佛法 因为我存在多放一只鱼 我都很快乐 这没有累不累的问题 所以但是用世间法来看佛法 当然会觉得 就像我们要出家妈妈哭得要死 你好痛苦要去做乞丐 我说妈妈你才是乞丐 我要去快乐 我要去做皇帝 我做乞丐 我要脱离监狱了 你看我结婚七年 快完蛋了 所以当然对父母来讲 他不能够理解 所以你现在的方法是 你要把佛法是个道理 把这个道理应用在你现实的生劳病史 而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却不执着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什么叫佛法 你去上班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让老板 让员工 让社会快乐 那不是佛法吗 不是为了钱 反正老板是加你薪水 哪里找这么好的员工 因为你在修行 修什么 修忍辱 修空性 修悲心 对不对 而且这些资粮就成为 成佛的菩提心的资粮 那你不会累 而不是说 对不起我没时间 我还要读经 我还要修行 我还要上课 那完蛋了 现在我发觉 很多人用这样去修佛法 这会伤害到佛教 好 阿弥陀佛 师父慈悲 对不起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纽约 这个短期出家的活动